我找慕庭舟 跟你们没关系 慕庭舟 怎么回事 怎么了 茗先生 我并不认识你 但如果你有什么话 想说的就直说 你不认识我 当初你追茗薇的时候 闹得满城风雨 一句不认识 就一笔勾销了嘛 一笔勾销也无所谓 我茗薇要是离了哪个 男人说个不字 那就不是我茗强的女儿 可是你 却要在商口上撒盐 在新闻发布会上 让她难堪 是茗薇还是我们明家 哪点对不住你 你这么做 还是男人吗 茗先生 我想您是误会了 失忆并不是我的本意 想让茗薇难堪 更不是我的目的 不是你的目的 所以茗薇就活该倒霉 是这个逻辑吗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不 茗先生 你真的是误会庭舟了 也误会我们了 我们一直对茗薇 都是感激之心的 从来没有说去伤害她 还说没有伤害她 那污蔑她小三儿的事 敢说不是你们干的吗 小三儿 茗先生 咱们能心平气和聊一聊吗 心平气和 是你们那些没有受我伤害人说的吗 我做不到 我不能忍受我女人受伤害 你能心平气和吗 茗先生 茗薇有今天这个局面 您难过 那我倒要问问您 当初为什么我不来这边 为什么容忍自己的女儿 把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 难道您敢说这里边 没有您做父母的半分责任吗 好 都是我们做的 是我们做父母的 没有把儿女教育好 所以才瞎了眼受你们的气 诗会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 谢谢 茗先生 我们都是做父母的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要不然我们回屋去说 走 走 走 还有什么可说的 妈 妈 你没事吧 来来来 我说你干吗动手啊 你是要逼我报警吗 慢点 轻点 轻点 来 妈 好了 喂 110吗 喂 您好 哪位啊 你好 您父亲因擅闯慕亭州先生住所 正拘留在街道派住所 抓紧时间来一趟吧 什么 怎么了 慕亭州把咱爸送派出所了 你为什么要报警抓我爸 你要是看我不顺眼 你直接针对我呀 你为什么要抓我爸 我爸他到底做错什么了 明小姐 你先冷静一下 我爸都被抓了 我怎么冷静 我告诉你慕亭州 要是我爸出什么事情 我跟你没完 我真是第一次见呀 来 您慢点 施暴者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呢 施暴 不可能 我爸他虽然脾气不好 但他不会对人动手的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故意讹你们 你自己看 阿姨的伤势装的嘛 我们大家都看着呢 就是你爸推倒的阿姨 好了 别说了 本来就是嘛 我们明明是受害者 凭什么他还能有气壮 够了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能解决 妈 你先回屋休息吧 你们好好说啊 好 真是我爸 把阿姨弄伤的 只是一次意外而已 慕老师 对不起 我向你和阿姨道歉 你能不能放了我爸爸呀 我爸爸年纪大了 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事情 我爸他身体受不了 慕老师 我求求你了 你母亲的医疗费 我们可以全数赔偿 我代我爸 向你们全家道歉 只要你答应 放了我爸爸 我保证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踏入 你家门半步 也不会跟你有任何交集 从此 再也不给你们添麻烦 好吗 求求你了 你放心 这次的事情 我不会追究的 毕竟这样的情况 我们都有责任 是啊 都是我的错 我错就错在 我错就错在 不该在你说自己是太傅的时候 心软留在你身边 我错就错在 明明知道太傅只是一个聚众人物 我还是忍不住爱上了他 但是 我不后悔